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些严重的都市里蜜蜂是否能存活 经历一年的养殖与照顾 德林技术学院江静浩教授指出 蜂群不仅顺利繁衍高达15万只 所采集的花粉经过送宴 更发现全无农药残留 所酿造出的天然蜂蜜也更加健康 今天我们一个城市养蜂的蜂蜜罩的推出 我们就希望说其实这是个好东西 是由我们的城市养蜂的蜂蜜 然后这个罩又是由我们的庇护工厂的 智障青年们所亲手手做出来的 社福团体的永续经营能帮助更多人 尤其当这份心可以同时为地球尽一份心力时 你我更应该不遗余力支持 让蜜蜂重现生机